邯郸的三个初中的同班同学 把他一个同学给杀害 这背后带来一个问题 该怎么判 非常残忍 40岁 刚上初一 有预谋的合伙 残忍的回事灭迹 残忍的办的伙计头给拍碎 脸都拍扁了 我看了看他那个头像的扫描 确实脸上的骨头都是碎的 然后就地掩埋 这根本就不是未成年人干的时候 成年人也不会这么残忍 干这么个事 而且他的目的就是抢钱 而且预谋的 还有放风的 还有施暴的 还有负责勾引的 反正是都不像是未成年人干的 老毛深算的一件事 非常老脸 死了之后还从手机上转钱 还试图毁尸灭迹等等等等 这些都表现出不是心智不成熟 或是杀人这种迹象 代表着背后都有太深的预谋 而且警察问这几个熊孩子 他还极度冷静 差一点把警察都给忽悠着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 警察问的时候 警察看不出来有任何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 我想说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呢 未成年保护法 首先是保护未成年的 而不是用来伤害未成年的 所以这三个孩子 该怎么判要怎么判 你要不然的话 未成年法成了坏人 伤害未成年的工具 还有一个未成年保护法 首先是保护人的 不是人就不得保护 这几个伙计一定不是人了 还有一个未成年法 是保护好人的 而不保护坏人的 不是坏人施暴的工具 所以我们重新要理解法律 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能说是少年犯罪 我就没有罪 然后就少年管教 我认为这个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偏了 父母也理解偏了 立法所有的宗旨 是保护好人的 而不是保护坏人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在美国的一个法庭上 一个少年 在法庭上审判他 结果说伙计总认为 未成年人可以误罪 现场上这个洗皮笑脸 刺牙裂嘴 那个受害者的母亲 一直悲痛的哭 哭得就说不出来话 但是他还想原谅这孩子 给这孩子机会 结果法官给他恼火了 法官说我三十多年 从来没碰到这样的事 然后法官自己的重判 判到五十年 那凶孩子当时就傻了 妈再也不笑了 所以我想说 法律的本质是这个 即便是法律 写的是实的 你法官是有解释权的 你即便是不能判他实行 你也可以判他误期 我认为这点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再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事 这是三个凶手的父母 一孩子未成年为由 不让警察去调查 到现在这三个孩子的父母 不去道歉 然后两家都搬走了 我建议也追究其父母的责任 父母存在的监护责任 没有到位 没尽到监护责任 导致孩子犯罪 他其实就是重犯 所以这三个孩子的父母 我建议同样判刑 至少要判二十年 然后所有的父母 你再不管叫孩子 你再纵容孩子 你承担罪 我就不信他再敢放纵孩子 让孩子不敬畏生命 随便毁灭一个生命 还有一个这个同学被杀害前 曾给他的同桌留过言 想去死 所以这个同学 已经之前遭受到过 无数次伤害 欺负 这不是第一次 所以除了追究 这三个孩子的家长之外 另外一要追究 班主任和校长的责任 因为这个学校 不但没尽到教育的责任 连管理的责任 连学校学生的安全都做不到 这是最基本的 你要承担责任 就相当于你家的宠物 放到一个宠物的寄养院 然后你把人家宠物给丢了 你是不是在赔啊 对吧 就是这条宠物 你给人弄丢了 你都在赔 何况活生生的一个人 在你学校给丢了 就没了 就这么着就没了 所以我认为不可以 所以校长和班主任同样判刑 判十年 虽然我不懂霸凌 反正我感觉得罢 从此以后 你放心好了 学校不会再有霸凌 班级里边 不会再有霸凌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台上 讲过课没有 如果你们在讲台上 讲过课 那孩子的心理的表情啊 孩子是不是受过霸凌啊 那孩子是不是抑郁啊 那个老师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站在讲台上 每个孩子的表情都能看出来 他第一次被欺负 班主任就应该有感觉 这是他没有做到 这是不好的 还有一个我更想说的是 连央视都看不过去了 央视说唯有公平的处理 才能捍卫社会的正义 我认为说的是对的 因为对坏人来说 只有一报之报 只有严格的惩罚 才能控制人性的恶 我一直在给大家讲人性的恶 这个人性的恶和性别无关 你别看有些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内心极度邪恶 你别看有些孩子年龄很小 有些是初中生 甚至有些是小学生 他玩起心眼比成人都狠 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个美国的小电影没有 就是大概是七八岁一个 十来岁的一个小女孩 他联手杀了很多人 这是他装的极度天真烂漫 谁都不会想到他杀人 结果他把老师杀了 什么他爹杀了 他妈杀了 还有谁杀了 他杀一圈 因为你怎么着都不会想到这么单纯青春可爱的女孩子会是杀人犯 谁都想不到 先杀了他同学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转变一个认识 就是恶魔和年龄无关 这是我越来越感受到的 我认为有些人的坏 它是基因的坏 要么是基因的传承 要么是基因的变种 就是天生就是坏种 你不能让他一年小为借口 有些人年小心眼可不小 所以这种情况下才能对那些坏人起到震慑作用 我认为法律的本质就是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这才叫法律 如果是坏人以法律为借口做坏事 这就是恶法 这种法律还不如没有好 然后再就是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父母啊 孩子的父母也承担很大的过失 受害的孩子小时候严重缺爱 他给他爹表示过 多次表示过不想上学 结果他爹把这事给大意了 还有出事的当天呢 是三个凶手去他家玩 结果呢 孩子的爹和孩子的爷爷就把孩子给放出去了 你从内心来说 这个孩子应该是恐惧的 应该是不敢的 但是在三个凶手面前 他又不敢表示拒绝 但是如果家长的时候看孩子为难 应该不让他出去就好了 关键是孩子的父亲和孩子的爷爷 也疏忽这个事 你比如说孩子平常在学校受伤 你受谁伤害 你父母应该知道的 所以包括这个我也给在座的父母说一声 你必须先和孩子做好朋友 让孩子每天的喜怒哀乐都要告诉你 就是孩子他未成年人 他有时候不知道 他没有能力识别风险 预判风险 包括躲避风险 他有时候心思不成熟 他没能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知道 就是这些点有风险 你比如孩子不想上学 不上学就可以不上 你要么就再换了学 因为孩子有时候对风险的评估 他没那么敏感 他没概念 所以这时候这个父母是有严重的过失 然后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太多的人 对未成年这个保护法案有误解 我建议要修改法律 然后把这些法条们要明确起来 杀人是要偿命的 杀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凶手的父母 凶手的老师 校长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刑事责任 不是道歉就完事了 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我小动物放进家来丢了 你都在陪我 我的孩子掉进家丢了什么 对吧 我孩子还不如狗吗 老师就要承担责任 没什么伤量的 你父母也一样的事 你养不教父子过 先抓起来再说 我不信你再不敬畏生命 你本来当前这个社会 大家都功利 都扶招 然后慢慢的都变得极度残忍 如果我们再不这么着 严格的惩罚坏人 这会让太多的好人 误故的好人受到伤害 这是不可以 说白了我们的发力对象变了 如果我们十年前 二十年前 十来岁的孩子还单纯点 我可能认 但是我不相信 现在的孩子十来岁还单纯 这个我真越来越发现 这个坏中 这个很坏的基因 邪恶恶魔和年龄 真的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要重新认识人性 然后还有相关的人 要承担责任 要不然老是不管 因为现在老是很扯淡 这个孩子受到霸凌 老是装看不见 对吧 你想我相信 肯定这个班主任也不作为 他装看不见 我一再说 这个沉默呀 务事啊 不作为不发生啊 本质上就是帮凶 本质上就是串罪 因为好人被欺负 旁边人沉默 其实本质上是在帮助坏人 所以这个班主任校长 都在受到惩罚 这就是我说 老是本分沉默 都是帮凶 包括家长的不作为 也是帮凶 那不是帮凶 那是主犯 所以这些我们要 我认为从逻辑上 先把这个事搞明白 要不然那个班主任 学校老师都会认为 同学之间施暴 是学生的事 都是未成年 我管不了 我也不管 我教好我的课就好了 我认为这是老师存在问题 要你干什么 你老师连孩子的生命 都不保护 要你干什么 所以这些 我认为是严重的问题 好了 大概我就说这些 不管怎么知道 这是非常浓火的一个事 然后在这个基础 我更建议 我们类似这样的事件 给发官 适当的材料去 就是给他一点宽度 我认为这种孩子来说 即便是不把他给杀老 不把他偿命 杀人偿命 你也先判那个武器 而且不能减刑 我认为你 我认为这个游戏